其实历史中神护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也是有秩序的 那么理解多数善良的人 受苦和邪恶的人 的诸事的顺利呢 这个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其实很多的事情理解不了 所谓的恶人活千年 这个善人短命这种情况 恶人亨通 义人受苦 诗篇多读 真言书 传道书 诗篇多读 哈巴古书 旧约的圣徒也有这样的困惑 神啊 为什么不敬钱的人 什么欺压敬钱的人 神啊 为什么我突然解禁了我的手 突然刻苦记心 那些恶的人反而恒通 他有这样的困惑 但是后来祷告着祷告 他们就得完 哈利利亚感谢主 原来上帝将他们放在滑脚之地 转瞬之间 当醒过来的时候 人如何看待梦啊 主啊 将来幕后审判的时候 恶人 其实今天的恒通 反而是让他们没有办法 一方面表明了神的恩赐 等待他们悔改 给他们机会 另一方面是 其实积攒最终的愤怒 义人受苦 是因为上帝有良善的旨意 义人受苦是与我有益的 万事互效率 叫我得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是 如果这个今世是终极的目的的话 上帝一定会让我们在今世的就是享受所有的祝福 健康 权势 物质的财富 所有的名誉 但是问题今世是过程 是成圣的过程 是朝圣的过程 试炼的过程 捷径的过程 最终成就是基督在临时候 带来那个更新的新天新地的那个世界 所以在我们等候承受那个产业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一些荣耀和救恩的工作 如果没有让我们万事互相效率 如果让我们万事都横通的话 我们就好比被密封起来的罐头一样 原汁原味的就保存起来了 我们里面的那个败坏 骄傲软弱 我们也不知道 而这些知道呢 除非是我们在教会里和别人冲突的时候 夫妻之间冲突的时候 张力的时候 遇到事情挫败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我为什么这么愚笨 我为什么这么顽梗 我为什么这么刚硬 我为什么这么自私 遇到事情的时候 才暴露出我们自身 没有爱心 没有忍耐 没有力量 软弱 败坏 然后让自己不断地谦卑 寻求神的恩典 这个捷径的机会 如果一切都平安 我还以为我真的活得挺超越的 只不过是隐藏起来了 天天被圣灵充满 我里面的败坏的本性 就完全被圣灵约制 克制住了 但是有一天 圣灵抽回它 暂时隐藏它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那里面的骄傲 怒气 这个无法忍耐 性急就暴露出来 我们还以为我软弱 实际上 其实我本性 本样 就是那样 那当我认识自己的时候 我才谦卑 主啊 原来我是这样的罪人 你救我是多么大的恩典 我还以为我是老好人 你救我是一种 给你面子一样 实际上 我这种人 下18层地狱 36层地狱 如果有的话 受罪狠的咒诅都不过 但是你却施恩怜悯我 没有按照我的罪追讨我 你就产生感恩和敬畏 主啊 我这种人就配受这种苦恋 如果不恋进我不剥夺 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我这种刚硬 我自己都无法改过 所以真正的艺人是欢喜 迎接苦悲 这个苦悲不是什么荣耀的冠冕 这个苦悲是上帝医治我们 败坏本性的一个手术刀 良药 处方 透过这种苦难 我们里面的败坏的东西 才能处境 所以与我们个人的救恩 神的荣耀 我们受苦是有必要的 不是因为神不爱 没有能力 使我们享受祝福 他按照他救赎的那个终极的计划 刻意地分配我们 或恒通 或患难 或富有 或贫乏 或健康 或疾病 我们这次就会有 深海 感谢观看